学员朋友们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章的第二节 契税法 大家注意契税法 契税这个契 契约的契 什么契约呢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组考点 契税 征税对象的规定 打了三颗星 这是因为呢 这一部分内容 在以往年度多次的命制过客观体 契税的征税对象 是在境内发生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权属转移的土地和房屋 这样我们大家会注意到 契税的征税对象 涉及到了房地产 你看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另外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词 叫权属 权属呢 在我们这个契税征税对象 规定里面 以及后续的一般规定 特殊规定 税收优惠里面呢 频繁出现权属这个词 权属权属 不明思义吧 权力归属 那也就是在我国境内 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权力归属 发生变化了 这样的土地和房屋 就需要缴纳契税税了 细心的学员要注意 我给大家画的土地使用权 而房屋却说的是所有权 为什么土地这里没有说所有权呢 原因就是我们国家 按照我们国家土地管理法呀等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我国的土地两极公有 不存在私有 我们国家的土地 除了明确城市的土地呀 城市郊区的土地呀等等啊 明确归国有的土地之外 其他的土地 哪怕是农民的宅基地 自留地 那都属于归集体所有 在我国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因为土地两极公有 而咱们这个契税征税对象 谈到房屋的时候 他说所有权了 原因呢 就是在我们国家房产 他有公有的 也有私有的 咱们之前在学房产税的时候 也讲到过呀 说这个房产 如果属于全民所有的 经营管理单位纳税 但他也涉及到了 有归属于集体所有的呀 个人所有的呀 等等方面 我们国家呢 房屋 他确实有公有也有私有的 但是土地都是公有的 不存在私有 因此呢 我们契税征税对象 给他定位的时候 咱们指定为了土地 使用权权力归属的变化 房屋所有权权力归属的变化 下面呢 首先给大家列一张表 就是在我国境内 转移土地 房屋权属的行为 指的就是咱们 弃税征税对象 范围包括什么 有一般规定 还有特殊规定 我们大家呢 先看一般规定 因为呢 这里有几个概念 特别容易搞混 后续还要给大家进行讲解 所以在这儿 我们先有一点印象 首先一般规定 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具体这个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 那什么是出让 一会儿要给大家解释的 接着呢 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和出让一字之差 性质不同 一会儿也要解释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呢 包括出售赠予 互换土地使用权 但是我们注意到包括什么了 一定也要注意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 和土地经营权的转移 在经营权三个字的 经营权转移的 都不属于咱们弃税的征税范围 接着就是房屋买卖 赠物和互换 咱们前边说土地了 后边说房屋 因为汽税 它征税对象的范围 实际上涉及到的 就是房地产 所以呢 说完土地 我们说房屋 这是一般规定 接下来我们看特殊规定 也就是 作为汽税征税对象范围的 特殊规定 包括呢 以作价投资入股 偿还债务 跨转奖励等方式 转移土地房屋权属 土地房屋的权利归属 发生变化 是什么方式发生变化 作价投资入股的方式 偿债的方式 跨转或者奖励等方式 它的权利归属发生变化了 会涉及到缴纳汽税问题 特殊规定的第二条呢 因共有不动产份额 发生了变化 导致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还有 因共有人增加或减少 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也都属于汽税的征税范围 在这儿 举例子 这个共有不动产份额发生变化 比如甲仪两个单位 原本呢 他们对于这个不动产的份额 各占50%的 现在呢 份额要发生变化了 让甲占80% 已占20% 甲要多占一部分 要少占一部分 那么他原有的 不动产份额的格局 发生变化了 这个变化 会导致呢 多得到份额的那一方 要缴纳汽税的 而后面说的 共有人增加或减少 比如甲乙 原来各占50% 现在呢 来了饼 来了饼以后 共有人增加了 那么甲乙饼 三个单位 要占这个不动产了 原来甲乙各占50% 现在呢 甲乙各占40%了 给了饼20% 那饼加入了 他原来没有份额 现在他 有了这20%份额 饼要浇气水了 再有共有人的减少 如果原来是甲乙饼 他们分别呢 占40% 40% 20% 现在啊 饼撤出了 饼的那20% 就给了甲乙各10% 那么甲乙份额增加了 甲乙都需要缴纳汽水 就等于占有份额增加了 那一部分 增加者 他得到房地产 和过去相比 他突然多了 那么他就要缴纳汽水了 这样呢 我们看完了特殊规定第二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种情况呢 是因为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 生效法律文书 或者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因素 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这比如说法院给判了 这房子不归你了 归他了 他一判决房地产权属发生变化了 那么也会涉及到这个汽税问题 那我们刚才呢 列的这张表 是把汽税征税的一项范围啊 先带着大家做了一下梳理 而这个表中啊 出现的像出让转让 是特别容易含混的这样的概念 那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列了一张表 带着大家辨析一下类似的表述 在这呢我们看一下 首先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土地使用权出让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土地所有者 将土地的使用权 在一定的年限内 让于土地的使用者 在这先说的所有者 他呢 只是让渡了一定期限的使用权 给土地的使用者 那这个使用不是白用的 他是要收土地出让金的 所以后边有 并有土地使用者 去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行为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就包含了刚才前面那张表里 所体现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和经依法登记的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它的特点呢 是土地全属的一级市场 通俗点说 是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 他们有了一个交易 所有者允许使用者去使用土地 他同时要收出让金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呢 它属于弃税的征税范围 由谁交汽水 一会我们要讲纳税人 是得到土地的这一方 得到土地这一方 就是得到土地使用权的这一方啊 他是要付土地创金的吗 通俗点 就是付钱的那一方 要交土地创金的那一方 由他来交汽水 接下来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土地使用权转让指的呢 是土地的使用者 他原本啊 从土地所有者那啊 用出让等方式拿到土地使用权嘛 他再把土地使用权 以出售互换赠予等方式 再转让的行为 所以我们会注意到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他是土地全属的二级市场 这个土地全属的二级市场 他体现的特征和出让截然不同 刚才我说了那个出让 是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 他们之间在做交易 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是土地使用者之间的交易 所以转让是使用者之间的交易 出让是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交易 这点我们要注意他们的不同 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呢 他也属于弃税的征税范围 是由得到土地使用权的一方 他付款呢 他们有交易啊付款 得到土地的那一方 他缴纳汽税 接下来我们再看 土地经营权的转移 他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 和土地经营权的转移 他就不属于土地全属的交易 不属于汽税的征税范围 下面呢给大家两点重要的提示 第一点提示呢 就是咱们现实中有一些人他去买房 他买房的目的不是为了用那个房子 不是说我要买了这个房子 我就做工厂 做车间 我去居住 他不一定 他买房的目的是为了拆原来那个房子上的材料 比如说他就发现原来那房子那窗子是明带的 别人不知道 我说我去买房 那我买了以后 我就是为了要那窗子 不管你是为了买房拆料 还是为了得到旧房以后 再翻新城新房 把旧房拆了又盖新房 那你涉及到办理全属转移手续了 房地产全属发生变化了 就要照张缴纳契税 你不能说我拿到那房子我就给他拆了 我又盖新的了 我是不是就不用交契税了 你原来拿旧房的时候 拥有旧房全属的人把那房子给你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房屋全属发生变化了 承受的一方 拿到房屋的一方就要缴纳契税的 第二点提示呢 以自有房产做股 投入本人独资经营企业的 这是极高频的考点 考过太多次了 自己的房产 自己名下的房产 投入本人独资经营的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权力归属 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这房子原来是我的 又是我独资经营的企业 这还是我的企业 不需要办理房产变更手续 不需要缴纳契税 这个提示二极高频考点啊 下面呢 还要给大家做一个归纳 就是我们要注意变序 与房屋赠予有关的规定 这个规则 我后续在讲税收优惠的时候 还要讲到 在这呢 大家也是先有一点印象 房屋的赠予呢 是指房屋所有者 把房屋无偿 转让给受赠者的行为 如果要有偿呢 不就是买卖交易了吗 赠予是无偿的 受赠者原则上 按规定是要缴纳契税的 那比如说 咱们现实中 以获奖方式 取得房屋产权的 他得奖了 他得的这奖有点大 人家讲给他一套房子 那他实质上 就是属于 接受了房产的赠予 应该缴纳契税 这是咱们说的基本规定 因为咱们刚才提到 咱们契税征税范围里 房屋 他谈到有赠予了 那么接受的一方 应该叫契税 这是一般规定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有比较特殊的规定 接着第二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之间变更 土地房屋全属的 免征期税 这里说的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这个夫妻两个 他们现在还是夫妻呢 所以是存续期间 变更土地房屋全属 就是原来 夫名下的房子 变成 妻名下 或者夫妻共有了 或者妻名下的房子 变到夫名下 或者变成夫妻共有了 这个行为 房地产权力归属 确实有变化 但是免征期税 原因呢 就是夫妻两个 不仅仅说是一家人 而且是一家人中 最亲密的关系了 接下来 第三 房屋的继承 要注意区分法定继承 和遗嘱继承 法定继承 是免征期税的 但是如果出现了 非法定继承人 他是根据遗嘱 承受死者生前 土地房屋全属的 那这种呢 是遗嘱继承 遗嘱继承 在咱们 弃税规则中 是把它归入 赠予行为的 由得到房屋的内方 缴纳期税 下面呢 我们来看去年在这里呢 考过的单选题 下列行为中 应缴纳期税的是哪一个 选项A 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这个根本不属于 汽税征设范围 选项B 法定继承人 继承房屋 刚说过 免征期税 选项C 购买房产 用于翻建新房 买了房子 把原来旧的拆了 建成新的 但是你买那个房产 权力归属发生变化 应该缴纳期税 选项D 以自有房产 做股 投入本人独资基因的企业 等于这个权属 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原来是你的 现在还是你的啊 因此呢 这种情形下 不需要缴纳期税 我们只能选择选项C 下面呢 我们来看 期税 纳税人 也是我们这一节里的第二组考点 打了三颗心 期税的纳税人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转移土地 房屋全署 承受的单位和个人 承受的一方 期税呢 和其他税种啊 在这有着明显的不同 咱们其他税种往往都是什么 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收钱的这一方 要交 比如说增值税啊 消费税 往往都收钱的那一方交 而期税呢 你看 他要承受土地房屋全署 如果他需要付钱去交易的话 是付钱的那一方 缴纳期税 所以呢 我们注意到 期税的纳税人 是境内转移土地房屋全署 承受的一方 拿到土地房屋全署那一方 拿到了土地房屋全署 往往他是要付钱的吗 而不是转出的那一方 正是因为 期税的纳税人是承受方 所以才会带来 期税 征税范围的规定 与我们后续要学的 土地增值税 征税范围规定的差异性 这点我们后续啊 在讲后面税种的时候 还要带着大家来进行比较的 那在这儿呢 我只是给大家先做一个归纳 转让房地产全署的行为 转出的一方和承受的一方 各交什么税 这是极容易在考试的时候出客观题的 转出的一方 他原来拥有房地产 现在他把这个转出去了 转出去的一方 卖的那一方啊 要交增值税 按照销售不动产 转让土地使用权 要缴纳增值税 随着增值税 有承建税和两个附加 另外呢 转出的一方和承受的一方 都会涉及到印花税问题 按照产权转移数据 这是我们下一章要讲的内容 此外 转出的那一方 还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 而承受的这一方 我们看 要缴纳汽税 另外转出的那一方 要根据它是企业还是个人 还会涉及到所得税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 房地产的交易啊 转出的那一方 或者呢 交易的卖方 要交的税种比较多 而承受的那一方 或者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买方 所要缴纳的税种比较少 但是 汽税 我们本节的汽税 是由承受方来缴纳的 下面我们来看 单选例题 经协商张三和李四 元按4比6比例共有的商铺 份额改了 改为3比7 以下关于汽税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选项A 张三和李四都应缴纳汽税 选项B 张三和李四都不需要缴纳汽税 选项C 仅张三缴纳汽税 选项B 仅李四缴纳汽税 我们注意一下 房地产份额发生变化了 谁的份额增加了 它等于又多承受了一部分 谁的份额增加了 谁就增加的那一部分 缴纳汽税 我们发现张三和李四 原来是4比6 现在3比7 李四份额增加了 所以呢 这个交易或者说 这个协商行为导致的后果呢 只有李四缴纳汽税 下面第三组考点 汽税的税率 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依然打了三颗心 在这儿给大家画了一个归纳的一个图示 基本规定 基本规定我们来看 计税征税对象 由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出售 房屋买卖的 纳税人呢 是受让的一方 得到房地产的那一方 计税依据呢 是不含增值税的成交价格 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 所以用不含增值税的成交价格 那么这个价格包括 它应交付的货币 以及实物 甚至于其他经济利益 所对应的价款 如果它实际取得增值税发票了 成交价格呢 以发票上著名的不含税价格来确定 这是计税依据 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 土地使用权出让出售 以及房屋买卖的 一般情况下的计税依据 不含增值税的成交价格 接下来我们看特殊情况了 土地使用权的互换 房屋的互换的 纳税人是付出差价方 如果这个以房换房或者以地换地 假定以房换房 我们是等价互换 没有差价 那么差价就是零 没有付出差价 没有付出差价方 计税依据就不存在 双方就不用缴纳其税 但是如果你的房屋互换 有需要付出差价的情况 我拿一个这个两居室 换对方的三居室 对方不干 非得让我要付20万的差价 我拿两居室外贷20万块钱 换了对方一个三居室 我付出差价吗 我要按照我付出的不含增值税的差价 作为弃税的积税依据 接下来我们再看 土地使用权赠予 房屋赠予 以及其他没有价格的 转移土地方屋权数的 赠的 在这我们就没说钱 就赠了 纳税人是受赠方 承受方 既然你没说价钱 计税依据呢 由税务机关参照 土地使用权出售 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 依法核定一下 给它核定你的价格 接着我们再看 弃税的税率 弃税的税率是一个幅度比例税率 3%到5% 也就是咱们弃税已经正式立法了 弃税法里 它给了这么一个幅度 那你具体在计税的时候 是3%还是5%还是4%啊 具体来说呢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府 在幅度内提出 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 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北安 比如说北京 它只定了3%这一党 但是河北省 它就定了两党 有一党3% 还有一党4% 它定两党 区别不同的情况 你这是住宅呀 还是属于啊 这种经营性的一些房地产呢 它又分两党 接着呢 我们大家呢 就要看这个税率 你知道3%到5% 一个幅度税率就行了 具体计税的时候 考试的 它会告诉你 当地用什么税率 因为确实全国各地 它存在着差异 接着我们看 具体的计税公式 应纳税额就等于 计税依据乘以税率 在这呢 还是要给大家强化一下提示啊 计税的计税依据 它不包括增值税 这里它体现出来的就是 成交价格等计税的计税依据 不包含增值税 税有机关给核定的计税价格 也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那些人如果他申报的成交价格 互换价格的差额明显偏低 并且没有正当理由的 由税务机关依法去核定 其正常的成交价格 或者互换差额 它依的什么法 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弃税计税依据的几个特殊具体规定 因为刚才那张表是一般规定 下面这个特殊具体规定 比较细碎了 宣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便细把握 在这呢 我们先看哈 和画波相关的 和画波相关的房地产权属变化 它的纳税人和弃税的计税依据 是怎么规定的 那这画波说的是什么 因为咱们前面说了 我们国家土地两极公有 国有土地呢 在咱们国家传统上啊 是出现过 就是国家把一块国有土地 先画给一个大国企业 我为了扶持你支持你 先让你白用 我没让你交土地出让金 没有旅行出让手续 我就画给你先用着 那叫画波 这个画波 由于没交土地出让金 就你就先用这块土地了 这个过程是不需要缴纳汽水的 但是我们来看 和画波相关 后续你又有了别的动作了 可能会涉及到缴纳汽水问题 我们来看 以画波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经批准改为出让方式 重新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 这什么意思 画波改出让 原来国家拿一块地 给你这个我要扶持的大国企业 先拨给你 你先用着 用了一段时间说不行 我得收土地出让金了 我要律行这个出让手续 那这个时候我们注意 纳汽人就是该土地的使用权人 他需要去补缴土地出让的价款 他就需要缴纳汽水了 汽水的技术依据 就是他不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接下来呢 第二种情况稍微有点复杂 有同学呢 如果直接的看这个政策 不一定看得懂 先以画波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经批准转让房地产 画波土地的性质又改为出让的 这什么意思呀 原来这地画波的 你先白用 但是 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了 有了后续动作了 后续动作改为了出让加转让 在这呢 转让 你看性质又改为出让 具体来讲什么意思啊 我给大家举例说明 政府拿一块地 原来是画波给贾大锅起的 然后给他 你先白用着 过了一段时间 贾呢就提出来 说按照这个 我们发展状况 这个土地呀 能不能转让给乙呀 然后政府就说 哎呀 我原来白给你用的 现在你转让给乙 因此呢 你要补一个出让手续吧 那么 政府呢 对贾 就是画波 改出让了 在这个环节 是需要缴纳汽水 有甲交 因为他改出让了嘛 要按照他补缴的土地创价款去交 然后呢 我们再看 甲和乙之间是转让 是土地使用者之间的一个交易嘛 那么在这个环节 以也需要缴纳汽水 就转让环节 按照房地产全属转移合同 确定的成交价格 作为寄税依据 所以呢 我们注意一下 画波 它改为出让 加转让的 这说的是分别 以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和房地产全属转移合同 确定的成交价格为寄税依据 为什么说分别 在这儿你看 它那个画波改出让这块 它按照出让价款为寄税依据 这是一次缴纳 然后后边呢 我们再看 甲和乙之间 它是转让嘛 按房地产全属转移合同 确定的成交价格 可以寄税依据 这稍微有点复杂 接下来我们再看 先以画波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经批准转让房地产 画波土地的性质 没有发生改变的 它和上面相比 就是画波那块没变出让 所以呢 它的特点呢 就是画波经批准转让了 它没有出让这个环节 但是后边就有转让了 弃税的寄税依据 是房地产全属转移合同 确定的成交价格为寄税依据 那是人是承受人 拿到这个土地 他转让土地 最终拿到这个土地使用权的人 所以我在这儿 给大家举了例子 政府把土地画波给甲 后来经批准 这个必须得经批准 不经批准 这甲可不能随便转让 这画波来的没交钱的土地 你就给转出去了 经批准转让给乙 那么这个时候 我画了一个标注 以就是弃税的纳税人 按照房地产全书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为寄税依据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 用权出让的承受方是纳税人 技术依据如果更具体来看 包括土地出让金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地上附着物和轻描补偿费 征收补偿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食物配件房屋等 应交付的货币 食物和其他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 这一部分我要打一个心 特别容易在考试的时候命题 就是土地省权出让的 我们平时都说你要补交土地出让金 这是一个基本规定 而我们刚才说了更具体的 更细致的一些规定呢 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什么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轻描补偿费等等啊 这些都会构成七岁的积水依据 接下来呢 是承受以装修房屋及附属设施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比如说房屋附属设施 包括停车位机动车库 非机动车库 顶层阁楼 以及地下储藏室 和其他房屋附属设施的 如果涉及到房地产全属转移 是这些东西的 承受的一方要缴纳汽税 但是汽税的技术依据在这特别特殊 大家仔细看 如果这个附属设施与房屋为同一不动产单元的 什么意思啊 就房产证上这附属设施和这房屋 它是放在一起的 比如说我地上房屋和我这个地下这储藏室 我是一个房产账 一个不动产单元 计税依据就是它应交付的总价款 而且呢我们在计税的时候 适用与房屋相同的税率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咱们各地啊 制定计税税率的时候可能不一样 可能房屋是一个税率 附属设施税率有可能跟房屋不同的 它有单独税率的 但是如果呢 你是一个不动产单元 在这个房产证上 你是写在一起的 是连房子带下面储藏室是一起的 那你要计算弃税的时候 就用那个房屋的税率 但是我们看第二 与房屋为不同不动产单元的 房屋一个证 然后你那储藏室另一个账 计税依据为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 那你房屋的那个有房屋的成交价格 你那个储藏室有储藏室的成交价格 并按当地确定的适用税率计税 那也就是如果你当地房屋的税率是3% 那个附属设施的税率是4% 那你房屋就按3%计税 附属设施你就按4%计税 说的是这个意思了啊 那么在这里呢提示 不涉及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移变动的 是不征收弃税的 什么意思呀 因为咱们现阶段啊 有一些房地产交易是这样的 说你要是买了这房子 我呢会让你白用一个这个机动车库 机动车库你可以白用 但是那机动车库所有权并没有划在你名下 还是人家比如哪个物业名下的那个机动车库 但是你就可以白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没有所有权变动 那就不用去缴纳汽水 就是我白用 我没有说我要付钱拿到这个车库 接下来我们来看 承受以装修房屋的 应将包括装修费用在内的费用 寄入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房屋交易 他很多房子都是精装修的 那么咱们现实中呢 也有一些房屋交易者呢 他故意的他把装修费用和房价 他给拆分开来 然后他就说呀我这个房价这块 你这个咱们单说 然后我交汽水 装修费那个他刻意的就隐瞒了 他就不交汽水 但是咱们汽水规定中要求你不能隐瞒 你装修费和你这个房价应该加总在一起 寄入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计算缴纳期税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四 土地使用权互换 房屋互换 纳税人是支付差价的一方 那么如果互换价格相等 他没有差价 那么互换双方的计税依据为零 但是如果互换价格不相等 有一方要支付差价 支付差价的一方要缴纳期税 计税依据就是这个支付的差价 而且是不含增值税的 在这我提示一下大家 有一些同学可能看一些辅导书啊 他上面会写说 等价互换房屋免征期税 这个说法很不规范 因为咱们契税的免税规定里 没有等价互换免征期税的明文规定 规定的就是互换属于契税征税范围 只不过等价互换呢 他没有差价 计税依据为零 咱们去年考试也考到了 就是等价互换计税依据为零这个表述 所以我们大家呢 在学习过程中要严谨一点 下面呢 又是一个特别容易混淆的问题 就是等价互换房屋土地全数 和食物交换房屋土地全数 不是等同概念 这个问题呢 以往年都不止一次出国客观题 也有些同学做错 我们先看这个等价互换房屋土地全数 他说的什么 就咱们刚才说的 土地使用权 去换土地审权 房屋换房屋 这是等价互换 如果价格相等啊 互换双方 计税依据都是零 如果互换价格不等 那么由支付差价的一方 作为弃税的纳税人 按照他支付的不含增值税的那个差额 作为计税依据 这是咱们前面讲过的 但是食物交换房屋 就不是说拿地换地 拿房换房了 食物交换房屋 是拿什么古玩字画 机动车 机器设备存货 等食物去交换房屋或土地使用权 咱们原来考试考过 说拿古玩字画 去交换这个房屋 然后就说这个是不是就属于等价互换了 等价互换 计税依据就是零了 那计税依据可不是零 食物去交换房屋的 要参照土地使用权出让 出售或房屋买卖 确定适用的税率 计税依据 那也就是说 你拿食物去换房子 你们之前有没有做过价 这个价格只不过你没付钱 你付了古玩字画了 如果没有做价 税务机关事给它估价的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 绝不会出现说 拿食物去换房子了 计税依据就为零了 不可能的 在这我们一定要注意 下面我们看多选例题 下列关于计税计税依据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哪些选项A 购买的房屋 以不含增值税的成交价格 作为计税依据 这个是正确的 选项B 接受赠予的房屋 参照市场价格 核定计税依据 这个正确 选项C 房屋附属设施 与房屋为同一不动产单元的 参照市场价格核定 计税依据 这个不对 咱们刚才刚说过 同一不动产单元的 我们就要看它的总价 你本身 你连房子在地下储藏室是这一个证上的 然后你有交易的总价 而不是参照市场价格核定 选项B 房屋互换的 计税依据为市场价格 这个也不对 房屋互换的 等价互换 计税依据 双方都是零 不等价互换的 付出差额的一方 要缴纳其税 而且计税依据也不是市场价 是付出的不含增值税的差价 正确选项只有A和B 再看单选题 假企业2023年2月份 售让了一宗土地 土地出让合同 记载土地出让金 一亿两千万元 征收补偿费四千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一千五百万元 轻描补偿费五百万元 该企业受让土地使用权 应缴纳汽税多少万元 假定当地汽税率为3% 这里呢我们就需要用到 咱们前面所说的啊 它本身呢 这个出让不仅仅出让金 要记入汽税的汽税依据 征收补偿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轻描补偿费 都要记入汽税的汽税依据的 把这几项加在一起 乘以3% 我们就能够选择答案A 再看多选题 假企业在2022年8月 得到政府无偿划拨来的 一宗土地使用权 开发建造完工后 经批准在补办了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手续 缴纳土地创金之后呢 假企业将房产连同土地使用权 转让给了你企业 就是原来是划拨的 后来 变成了什么呢 他补办了出让手续 然后又转让了 这个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选项A 假企业补办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手续 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时候 是应该缴纳汽税的 这是对的 选项B 假企业将房产转让给一企业 应缴纳增值税和成电税 这房产转让了 房产转让了 增值税 确实属于增税 增税范围 随着增值税 它肯定也有成电税 选项C 假企业将房产转让给一企业 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咱们前面给大家画过那张表 土地增值税也是转出的一方 要缴纳的 选项D 一企业取得假企业转让的房产 应缴纳汽税 这也要选 ABCD都要选 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把咱们前边啊 房地产交易 转出的一方交什么税 转入的一方交什么税 你列了一下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假企业2023年1月 因无力偿还 一企业已到期的债务3000万元 经双方协商 假企业同意 以自有房产偿还债务 该房产的原值5000万 账面净值2000万 但是不含增值税的评估市值是9000万 偿债的时候 这房子评估了一下 值9000万 而且双方就按照 既然是评估的 双方也同意 按照评估的市值 签署了协议 以且支付了差价款 为什么要支付差价款 因为他应该收回的债权 以且应该收回3000万元 没收到钱 就拿一房子 比那个3000万价值要多 所以他又支付了差价款 双方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 那么以且 他计算缴纳契税的 计税依据是多少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这告诉你 他的评估值了 他评估市值 而且双方也按照这个评估市值 去进行的交易 所以尽管这个题目中 给了你好多其他的数字 什么3000万 5000万 2000万 还有这个支付了差价款 等等 你就钉死了 这是偿债吗 偿债 这种情形下 那么要按照税务机关 他能够核定认可的这个价值 这个刚好评估值 是正常的一个供允价 在这儿就按这9000万 所以不要去考虑 他的原值 他的净值 如果你是投资的呀 或者呢 你是这个偿债的呀 等等 要看他正常的价格应该是多少 而且这里就评估了嘛 正常的价格 那么如果不正常 税务机关肯定要给他核定嘛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个9000万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比较烧脑的例题 居民已因拖欠居民价 180万元的款项 不利偿还 2022年6月 经当地有关部门调节 以房产抵偿该笔债务 拿房子抵180万的债 居民甲因此取得了 该房产的产权 因为这个居民甲原本 应该是向居民已收这180万的 现在收不回来180万 拿了一套房子 并支付给居民已差价20万 假定当地规定的汽税税率为百分之五 上述金额都不含增值税 下列表述中哪个正确 到底是居民甲该交汽税1万元 还是居民价该交汽税1万元 还是居民甲应纳汽税10万元 居民已应纳汽税10万元 在这呢我们大家呢要注意有点烧脑 我们这么来思考 乙欠甲180万 还不起了 乙呢拿房子去抵债 但是甲又支付给乙20万 说明这个房子 它的金额高于了180万 就是甲应该收180万的东西 结果呢一看哟这价值太高了 我赶快又还给你20万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 就是这个房子的金额是200万 那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寄税200万乘百分之五 算出来10万元 而且谁是纳税人 谁得到这个房产 假得到了房产了 所以应该是假缴纳汽税 缴纳汽税多少呢 10万元 我们要选择选项C 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思考 如果是居民甲取得这个房产产权 他没有付给乙20万 而是又得到了乙支付的20万 如何计算汽税 大家注意 现在呢这个乙拿一个房子去抵债 给了甲房子了 同时还给了甲20万 也就是甲拿到一个房子 还拿到了20万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说明什么呢 说明呢 就是房子的金额 再加上已给他的房子 已给他的20万 两个加一块 才是这180万这个债权债务 那么 汽税呢 我们在计税的时候 要拿房子的那个金额 乘上税率 所以呢 房子的金额只有160万 然后我们乘以5% 所以这题目要变形 你也要能够脑子转过来 各位学员 本讲比较长 所以呢 本讲中间给大家乘上起下 乘上呢 就是我们要掌握 汽税的纳税人与征税范围 掌握汽税的税率 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计算的规则 而起下呢 就是后续 我们马上要讲的 是汽税的税收优惠 这个是要掌握的 另外我们要熟悉 汽税的征收管理 如果感觉疲惫了的学员呢 你可以稍事休息 如果呢 你目前还是精神抖擞的 我们继续学习 本节的第四组考点 汽税的税收优惠 打了三颗星 汽税的税收优惠呢 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汽税法 已经明确规定的 那个法定减免 再有呢 是汽税法里授权国务院的减免 另外就是汽税法 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减免 此外还有呢 就是咱们汽税立法以后 延续执行的 汽税法实施之前 制定的一些税收优惠 考生朋友们呢 要注意区分这四个层次减免的具体内容 就是给您税收优惠 哪个是汽税法里就明确已经写好的 还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去减免的 你要能够辩析 首先我们看法定减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汽税 第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军事单位 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用于办公教学 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 这个法定的免征汽税 第二非盈利性的学校 医疗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 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用于办公教学 医疗科研养老 救助的 因为社会福利机构有救助这样的职责 这注意是非盈利的 非盈利性的学校 像咱们一般的 这个公立的学校 包括高等院校啊 中学啊 小学啊 等等 但如果盈利性的学校 比如说汽车驾驶学校 那个可不是非盈利的 那汽车驾驶学校 那个他要是拿土地啊 弄那个啊 什么练车场啊 等等啊 要弄这个 那个可不免征汽税 大家要注意区分 接着第三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 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 一定要注意 承受了 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 用于什么 农林牧渔业生产的 法定免征汽税 第四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属的 这个我前面提到过 等于原来这个房产证上写的老公的名字 现在他家名把妻子的名字加上了 或者改名改成妻子名字了 这些都属于变更土地房屋权属的 免征汽税 因为我刚才说了 夫妻之间不仅仅是一家人的问题 而且是最亲密的一家人 接着我们再看 第五 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 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的 这里的继承 强调的是法定继承 免征汽税 如果你不是法定继承人 通过遗嘱继承的 那个可不免汽税 接着第六 依照法律规定 应当于免税的外国驻华市领馆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 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的 法定免交继税 下面呢 给大家呢 强调一下啊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法定继承 和不是法定继承的 不是法定继承的 按照咱们民法典里面 规定交遗嘱继承 所以在这呢 给大家提示一下啊 如果啊 房地产的赠予 赠予啊 正常情况下 是需要由受赠的一方 缴纳汽税的 但是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夫妻之间 变更土地房屋权属的 这种是免征汽税的 而继承 法定继承 免交汽税 如果不是法定继承 指的就是遗嘱继承 那么我们是把遗嘱继承 看作赠予的 等于继承的一方 实际上呢 我们弃税这 把它看作受赠的一方 要缴纳弃税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个段子 就是张大爷和小保姆的故事 我带着大家辩析一下 继承什么情况下免税 什么情况下征税 假定啊 张大爷老伴去世了 他呢 有一个儿子 工作特别忙 他儿子呢 平时顾不得照顾他父亲 因此呢 就给张大爷 请了个小保姆 张大爷呢 平时一看儿子啊 特别忙 平时很少回家 小保姆呢 把他照顾的特别好 张大爷呢 非常感动 觉得呢 在自己生命最后的这个阶段呢 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这个时候呢 张大爷和小保姆的故事 就要出现四个结局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结局 假定 张大爷立下遗嘱 立下遗嘱 说我有两套房子 等我去世的时候 其中大的那套 好的那套 留给儿子 还有一套小房子 留给小保姆 感谢他 对我的照顾 大家注意啊 这个结局 会带来什么样的 弃税结果呢 带来的弃税结果 张大爷去世了 他儿子拿到这套房子 法定继承 他儿子免交弃税 而小保姆呢 属于遗嘱继承 遗嘱继承 咱们汽水证 是把它探作 和郑宇一样对待的 他需要缴纳汽水 接下来我们注意第二个结局 假定张大爷 他想 如果我立下遗嘱 我去世了 给儿子一套房 给小保姆一套房 万一我儿子不干 跟小保姆打架怎么办呢 我一定要在 我有生之年 活着的时候 就把这事摆平 因此张大爷 他在生前 他就把房子做了过户 大的过户给儿子 小的过户给小保姆 这个我活着的时候 把这事摆平了 你们大家谁也不要吵架 大家注意 张大爷的儿子 在张大爷没有去世的时候 拿到这套房 属于受赠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不叫法定继承了 叫赠宇 赠宇咱们刚才说了 夫妻之间 你变个名儿 那个免税 父子之间可不免税 在这种情况下 张大爷活着 把房子给了他儿子 他儿子要交七税 当然那小保姆 也得交七税 这个张大爷活着 把房子给了小保姆 也是赠宇 小保姆也得交七税 第二个结局 活着给儿子和小保姆房子 两个人都要交七税 第三个结局 我知道有同学 在偷偷的笑 有同学就说 我知道第三个结局 张大爷跟小保姆结婚了 没错 第三个结局 张大爷跟小保姆结婚了 那么 张大爷呢 留下遗嘱 结婚了嘛 这个是他的夫人了 一套房子给儿子 一套房子给夫人 张大爷去世了 大家注意 这种情况下 小保姆和他 这个张大爷的儿子 都属于法定继承人 那么他们拿到了 这个张大爷的房子 面争气水 皆大欢喜 接下来 第四个结局出现了 依然是张大爷和小保姆结婚了 但是张大爷很担心 自己去世之后 哎呀 这个儿子 万一对这个 他的这个 继母 不恭敬 甚至于 不同意给他那房子怎么办呢 他们要打架怎么办 活着的时候摆平 张大爷生前 他们就过户了 一套房子 过户给儿子 一套房子 过户给小保姆 大家就要注意 他活着的时候 把房子给了儿子 属于 赠予 他儿子要交气水 而他活着的时候 把房子 过户给小保姆 夫妻之间 因为他们结婚了 夫妻之间 变更 土地方屋全属 免征气水 所以第四个结局 是他儿子叫气水 小保姆 不用交 这样呢 通过张大爷和小保姆的 故事的四个结局 大家呢 把这个法定继承 遗嘱继承 和赠予搞清楚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看 气税税收优惠 第二个层面呢 是气税法里面啊 他有授权国务院 减免的政策 根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国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 企业改制重组 灾后重建等情形 可以规定免征或减征气水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 授权国务院的 对于气税的税收优惠呢 包括了居民住房需求保障 企业改制重组 灾后重建等情形 接下来呢 第三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减免 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决定下列情况 免征或者减征气水 首先就是因土地房屋啊 被限制以上人民政府给征收征用了 就原来这个企业或者这个个人的房子被政府给征用 而且征用它的政府是现金以上的政府给征用征收了 那么原来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家庭 他原来房子被征收了 他就得重新去找房子 重新承受土地房屋全署的 他重新去承受土地房屋全署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来决定 是给他免税还是减税 主要针对是这个 他重新再次去拿土地和房屋全署 为什么要重新承受 原因就是他原来的房地产被政府给征收征用了 有这个前提 接下来第二 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 重新承受住房全署的 那么上面这两条规定的免征或减征气水的具体办法呢 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府提出 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 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被案 这里呢我们发现了这段话特别的熟悉 咱们前边有好多地方性税种 包括资源税啊 也都出现过这样的表述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 延续执行的弃税法 实施之前的水手优惠 原来就有 那我们现在延续执行 第一夫妻因离婚分隔共同财产 发生土地房屋全署变更的免征气税 有同学说刚才咱们说过一个夫妻免征 那说的不是离婚 是婚姻存续期间 他们俩好着呢 然后改名 那个免征气税 现在他们俩不好了 离婚了 那么双方谈判 原来他名下的 由于离婚又给他名下了 谈判谈好了 发生土地房屋全署变更 也是免征气税 所以给大家提示 夫妻间无论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还是离婚时候的分割 土地房屋全署的变更 都是免征气税的 夫妻之间好还是不好 你看他都有免税规定 第二个人购买住房 有不同的气税优惠政策 在这儿呢 给大家不同的气税优惠政策 城镇职工按规定 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 含按政策经批准的 集资房和房改房 大家注意 第一次购买说的是公有住房 像集资房房改房这一类的 就是咱们住房制度改革的 这说的可不是商品房 说的是公有住房 不是说我第一次去 某小区买一商品房 不是这个意思 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 看清楚 这个是免征气税的 咱们以前考过 就故意把第一次购买 公有住房改成商品房 那个可不能够说它免征气税 接着 已购公有住房 经补缴土地出让价款 成为完全产权住房 它补交的那个款项 也是免征气税的 这个也是住房制度改革的 都和它购买公有住房有关的 接下来我们看减税的情形 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 如果面积是90平方米级以下的 面积不是很大 减按1%的税率征收气税 这里的家庭唯一住房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家庭成员啊 这个家庭唯一住房 包括购房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如果已成年子女 他就另外他成年了是另一个家庭的了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注意 这是夫妻俩和未成年子女 他们的唯一住房 面积90平以下的 他购买的 减按1%的税率征收气税 如果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 面积90平米以上的 面积稍微大一点的 减按1.5%的税率征收气税 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 面积为90平米级以下的 在这儿不含北上广深 不含北上广深 那么如果不是北上广深 你买第二套改善性住房 面积还是90平方米以下的 依然减按1%的税率征收气税 如果第二套改善性住房 面积比较大 90平米以上的 也是不含北上广深 减按2%的税率征收气税 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以下 改造安置住房 改造安置住房 也是首次购买个人首次 减按1%的税率征收气税 个人首次购买超过90平方米 但符合普通住房标准的改造安置住房 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气税 法定税率要是3% 你减半就1.5% 法定税率当地定的4% 那你减半就是2% 接着就是个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在法定税率基础上减半征收气税 个人因房屋被征收而取得货币补偿 并且用于购买改造安置住房 那么也是按照相关规定去减免其税 另外个人因房屋被征收 对房屋产权调换取得的改造安置住房 也是按照相关规定 因为咱们前边有这个改造安置住房的相应的规则 另外呢咱们也有由于被征收 咱们前面也提到税收优惠政策中啊 由于呢这个被征收 然后呢政府呢又让他允许他重新去取得房屋土地权属的 咱们那各省市 咱们是授权各省市给他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的 所以在这儿他就没有说准 说你一定是减还是免 因为各省市规定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里呢前面各省市有规定 接着第三 外国银行分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改制为外商独资银行或其分行的 原来大家注意啊 它是国外的银行 在我们这儿设了一分行 现在它改制了 变成外商独资银行 我们国内的外商独资银行了 那它改制之前 它那个外国银行分行在我们这儿 就有这个房屋土地全署 现在呢它改制了 还用原来的那个房屋土地 虽然那名字 你得改名啊 你原来是外国银行分行 现在变成外商独资的银行分行 你改名了 但是呢 咱们给它规定的免征期税 因为它实质上还是它在用 接着第四 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 作为公租房免征期税 第五 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银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 为建设银水工程而承受 土地使用权免征期税 接下来第六 2019年的6月1日至2025年的12月31日 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 承受房屋土地 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免征期税 这个大家要注意也是比较容易考的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中国老龄化社会 已经逐渐明显起来了 所以我们这里的社区养老家政托育这些 咱们最近这些年政府也比较重视 接着第七 自2021年1月1日起至今年的年底 有关企业改制 事业单位改制 公司合并 分立 企业破产 资产化转 债权转股权 就债转股 化拨用地出让 或者作价出资 公司股权股份转让等规定呢 给大家归纳了一张表 那我们一起来看 归纳的这张表 首先呢企业改制 企业改制呢 包括非公司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就比如说原来它是一个什么什么厂 现在就变成什么什么公司了 这种改制 再有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成有限责任公司 原企业的投资主体 存续 就原来它叫什么厂的时候 那投资主体 它变成公司了 那投资主体还在 还在 并在改制变更后的公司中 所持股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了75% 因为在改制过程中 有可能它的股权会有所变化 但是原来投资主体还在 又有别人参与进来了 但是它原来的投资主体 占的比重很大 比例超过75% 并且改制变更后 公司成绩原企业权利义务的 对改制变更后公司 承受原来那个企业 土地房屋全属的免征汽水 接着我们再看 事业单位改制 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它改成企业了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事业单位是发展受理事业为目的的 这样的单位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这样的单位 那么事业单位改制成企业了 原投资主体存续 并在改制后 企业中出资股权股份的比例 超过50% 大家注意一下 事业单位改制这 只要求那个比例超过50% 改制后企业承受原事业单位 土地房屋全属的就免征汽水 而咱们刚才那个 不是事业单位改制 而是企业改制 那个比例可是75% 这两个比例不一样 接下来呢 公司合并 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 按法律规定 合同约定合并成一个公司了 并且原来投资主体存续的 合并后的公司承受 它原合并各方的土地房屋全属 也是免征汽水的 公司分立 这也是按照法律规定 合同约定 分立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原公司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 分立后的公司承受 原公司土地房屋全属的 也是免征汽水的 这个实际上咱们这免征汽水呢 就降低了咱们企业改制的成本 你看你改制了 你一会合并一会分立了 然后你就翻牌了 原来是企业 你变了一个牌 变公司了 如果你符合条件的 在这种情况下 都给你免征汽水 降低改制成本 接下来我们来看企业破产 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会规定 如果实施破产了 债权人 这债权人也可以包括 破产企业的职工 承受破产企业抵偿债务的 土地房屋全属的免征汽水 这说的是债权人 非债权人呢 非债权人 如果承受破产企业 土地房屋全属的 凡是他能够按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妥善安置 原企业的全部职工 等于那企业破产了 职工啊 都没有下岗啊 然后他呢 妥善都安置了 与原企业全部职工 签订服务年限 不少于三年的 劳动用工合同的 对他承受 所构企业 土地房屋全属的 也是免征汽水 等于他保障了 全体职工的利益 三年劳动合同 都签了 但是我们再看另一个层面 还是非债权源 承受破产企业 土地房屋全属的 他与原企业超过 百分之三十的职工 签订服务年限 不少于三年 劳动用工合同的 对其承受 所构企业 土地房屋全属呢 是减半征收 这减半征收的 接着我们看 资产划转 对承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按规定 进行行政调整 划转 国有 土地房屋全属的 这样的单位 你看一下 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国资部门 他进行 行政性的调整 去划转 国资部门 我从这个国有企业 划到那个国有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 这个免征期税 同一投资主体 内部 所属企业之间 土地房屋全属的 划转 包括母公司 和他的全资子公司之间 同一公司所属的 全资子公司之间 同一自然人 与他设立的 个人独资企业 这个咱们前面讲过 自然人 然后投到了 他独资企业 还是他的企业 那那房子 原来是他的 现在这房子 还是他的 一人有限公司 等等 之间的土地房屋全属的 划转 免征期税 母公司 以土地房屋全属 向其全资子公司 增资 适同划转 接着呢 我们看 债转股 经国务院批准 实施债转股的企业 对债转股以后 新设立的公司 承受原企业 土地房屋全属的 免征期税 另外就是 划拨用地 出让 或者坐价 出资的 咱们前面就讲过 划拨改成 出让的 那要由拿到 这个房地产全属的一方 去缴纳 企业的 所以在这儿呢 也体现出 咱们前面说的 征税范围的 那个规则 承受方呢 要缴纳企业 接着就是公司的股权股份转让 如果呢 它只是股权股份转让 这个股份 这30%股份 由张三转给李四了等等啊 单位个人承受公司股权股份 公司土地房屋的全属 它没有发生变化 因为这里的房屋土地全属 都归属于这个公司 你现在股份转让了 这个房地产 还是归这个公司的 这种情况下 不争其税 接着就是 赠语和继承 我们开始讲了相应的 张大爷和小保姆的故事 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 归纳的表 法定继承免征其税 分割呢 夫妻 因离婚分割 共同财产 发生的土地房屋 全属变更的免征其税 赠语我们再看 赠语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军事单位 非盈利性机构 等受赠 用于规定用途 是他们接受 或者呢 咱们强调 弃税不是取得房地产的 那一方交吗 他们刚好他们取得了 但是呢 取得的这一方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军事单位 非盈利性机构 他受赠 用于规定用途 什么办公啊 军事啊 非盈利性的医疗机构的医疗啊 等等 免征其税 继续看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之间 变更土地房屋权属的 免征其税 接着赠语里面 非法定计成人 根据遗嘱承受死者 生前土地房屋权属的 征收其税 父子兼亲友签的赠语 征收其税 以获奖方式取得房屋产权的 这个实质上 他是受赠 是受赠 要缴纳汽税的 这样呢 我们又把和赠与继承分割有关的 列了一张表 下面我们来看例题 以下属于汽税法 直接规定 减免的有哪些 选项A 因不可抗力 蔑视住房 重新承受住房权属的 这个不是汽税法直接规定的 这个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选项B 因修建发电厂 承受荒山土地使用权道 这个赵章征税的 咱们说那个承受荒山 你得用于农民牧业生产了 那个才免征汽税 你这是发电厂 这个没有咱们汽税法里规定它免征 接着选项C 承受荒地用于牧业生产的 这是咱们汽税法里直接规定的免税 选项D 婚姻存续期间 夫妻之间变更房屋权属的 汽税法直接规定的减免 我们要选择C和D 再看单选 山东某市居民 先看不是北上广深 山东某市居民 张先生和太太 2020年以52.5万元 发票注明价款是50万元 增值税2.5万元 购买了一套74平米的住房 用作结婚的新房 2022年8月生子后 改善住房条件 以94.5万元 发票呢 注明价款90万元 增值税4.5万元 购买了第二套100平方米的住房 那么张先生一家两次 共缴纳汽税多少万元 我们注意一下 他的全家唯一的一套 那个住房第一次买的时候 是74平方米 90平米以下的 我们应该按照 不含增值税的那个价款 乘上1%的汽税的税率 来计算汽税 而第二套已经是100平方米了 我们要用不含增值税的价款 因为它超过90平米了 又第二套 按照2%的税率来计算汽税 这样呢 两次共缴纳汽税2.3万元 这个呢是把咱们前面 和个人住房相关的汽税优惠呢 在这编了一个单选 下面看多选 下列方式获得的房屋中 可以免征汽税的 有哪些 选项A 以食物交换取得的房屋权属 食物交换房屋 这个是要缴纳汽税的 选项B 经批准因债转股新设立的公司 承受原企业房屋 这个可以免征汽税 选项C 运动员以获奖方式承受房屋 这个属于受赠 这应该缴纳汽税 选项D 非盈利性医院购买用于门诊部的商铺 他买了一商铺 但是他是非盈利性医院 他买了以后 用作门诊部啊 那么 这个应该免征汽税 所以我们要选择B和D 接下来呢 是汽税的征收管理 我们大家要熟悉 首先是汽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期限 汽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呢 是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日 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的当日 这是纳税有发生时间 但是纳税期限大家注意 咱们并没有说 你这当日之后是30日内啊 还是90日内 只说了什么呢 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 去申报缴纳汽税 所以呢在这啊 你前面你签订了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了 但是你只要在办过户登记手续前把汽税交了就行 提示呢 就是如果他没有按照规定去交汽税 不动产登记机关 就不给他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的那个登记手续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先税后证 先交税 你才能拿证 所以呢先交税后办证 先税后证 接着呢我们看特殊规定 特殊规定在这列了几个 一个呢是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 或者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 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纳税有发生时间呢 是法律文书等生效的当日 接着就是由于改变土地房屋的用途等情形 原来呀这个用途它是减免税用途 现在它改变用途了 变成应税用途了 那么就应当缴纳 它已经减免免征弃税的 你就应该要交税了 纳税有发生时间呢 是改变有关土地房屋用途等情形的当日 另外就是因改变土地性质 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 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缴纳汽税的 纳税有发生时间是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当日 纳税期限我们看 纳税期限呢分两类情况 咱们一般情况下 汽税都是先税后证 先交税才能拿那个证 所以呢第一种情况说的是一般情况 先去缴纳汽税 也就是在办理土地房屋全署登记手续前 去缴纳汽税 但是第二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呢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形中啊 就比如说改变土地房屋的用途 原来是免税用途 现在是应税用途 那你原来这个土地房屋是归属于你的时候 你是拿过状的 那么就会出现的按规定 不需要再办理土地房屋全署登记 原来就登记你名下 只不过呢原来是享受优惠的 现在不该优惠了 但是你本身 你原来就拿到了这个房产证 或者这个相应的土地的实用证书了 只不过你原来享受优惠 现在你不该优惠 就是补税的问题了 证书已经在你手里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至起的90日内 申报缴纳期税 大家一定要注意 纳税义务发生至起90日内 这个就不是先税后证 这已经在他手里了 只不过呢 土地房屋的一些性质啊 等等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只是需要去补一块税金的 在这块才有一个90日内 如果原来土地房屋不在 他的手中 也就是土地房屋的全署不属于他 现在突然全署属于他了 那个是先税后证 后边那90日 全署已经属于他了 只不过是由于他不符合优惠政策了 还不符合其他条件等等 需要再补一部分税的才有一个90 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差别 接下来呢 就是弃税的纳税地点 属地性特别强 土地房屋所在地 下面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政策 弃税的特殊退税 纳税人缴纳弃税之后 如果发生了下列情形 是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去申请退税的 就他原来交过的税 去申请退税 我们看什么情形 第一 因人民法院判决 或者仲裁委员会裁决 导致土地房屋全署转移行为无效 被撤销 或者被解除 并且土地房屋全署变更至 是原权利人的 假定这个土地房屋全署 原来归属于甲 原来就是最早 原权利人就是甲 那么这个甲呢 把这个土地房屋全署呢 他转移给了乙 转移给了乙 乙呢 他就去缴纳了弃税 但是后来法院判说 我不承认你们这转让行为 我不承认 然后你那个全署 还变更到原来权利人甲那 那么已经交了气税了 但是这个转移行为 他无效了 被撤销了 被解除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要求 把他交的气税退回来 接着第二 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交付时 因容积率调整或实际交付的面积 小于合同约定的面积 需要退还土地出让价款的 等于他那个税机和原来交税的时候啊 他不一样了 原来交税的时候 他那税机挺大的 后来真的 他在过户的时候 由于这个面积啊等等啊 特殊的原因 他调整啊 导致呢 合同约定的面积 和实际拿到的面积不一样 他原来交税按合同约定的面积去交的 实际拿到的比那个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税机也少了 他可以申请退税 第三 在新建商品房交付时 因实际交付面积 小于合同约定面积 需要返还房价款的 所以这个道理和那个第二情况差不多 这里都会涉及到 弃税的退税 接着呢 就是弃税纳税申报资料 由于咱们最近这些年考试啊 特别容易考你点 那个计算问答题 好多文字性的东西 所以呢 有一些资料 咱们以往年度也考过 要带什么资料 那么大家要关注一下 弃税纳税人 依法纳税申报的时候 应如实填写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表 及相应的税源明细表 并根据具体情形 去提交下列资料 纳税人的身份证件 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 或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的凭证 另外第三呢 就是交付经济利益的方式 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 要提交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相关价款的支付凭证 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让为财政票据 因为出让呢 咱们前面说了 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交易 土地所有者公有的呢 公有的他收这个钱 开的是财政票据 而不是经营性的票据 而土地使用权的出售 互换和房屋的买卖互换 这都属于经营性的 是增值税的发票 第四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 或者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因素 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要提交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监察文书 符合减免税条件的 还要按规定付送有关资料 或者将资料留存被查 因为咱们有一些优惠政策是资料留存被查 不用拿到社务机关 然后说我要走这个手续 你要看具体的要求 所以在这呢 我们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弃税纳税申报资料 因为在这里涉及到了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情况 你看它有这种法律文书监察文书 它生效导致房地产权属变化 也有这个购买呀交易呀等等 发生房地产权属变化的 那么情况不一样 带的资料也不一样 下面呢我们来看去年考过的单选 某企业将其闲置的厂房对外出售 下列关于弃税的税务处理中 符合税法规定的是哪一个 选项A 该厂房的转让房具有弃税的纳税务 这个不对 弃税不是转让转出的一方交 而是承受的一方交 选项B 弃税的计税依据为含增值税的厂房 成交价格不对 应该是不含增值税的成交价格 选项C 纳税人应在厂房所在地的主管售价机关 缴纳弃税税 这是对的 属地性很强 选项D 纳税人签订房屋全书转移合同的次日 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这个不对 当日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然后先税后证 因此呢 这个题目正确的选项 是选项C 各位学员 下面呢 我们做一下弃税的小节 弃税呢 它是个小税种 我们需要把握弃弃税的计税依据 和税额计算 税收优惠的内容 同时我提示一下大家 弃税和其他市场之间的关系 首先弃税和增值税的关系 一改增之后呢 我们计算弃税的成交价格 是不含增值税的 刚刚说过去年的考题 也考你这一点了 第二 与我们后续 我们下一讲要讲到 土地增值税的关系 弃税呢 作为取得土地使用权 支付金额的组成部分 会成为计算土地增值额可扣除的因素 在二手房交易 就存量房地产转让 说的是二手房交易 不能取得评估价格 但是能够提供购房发票 和弃税完税凭证的时候 弃税也成为计算土地增值额 可以透出金额的组成部分 所以和后边 我们要学的税种计算 也有关系 第三 就是汽税和印花税的关系 汽税和印花税呢 都会涉及到 对合同契约的征税 但是呢 汽税的征税范围 局限于房地产 它的征税范围 小于印花税 印花税征税范围 比汽税的范围要广 并且呢 汽税呢 只是由财产的承受人去缴纳 印花税一般情况下 是交易双方缴纳的 又到了我们的花间墙时间 这个学员呢 叫抽象掌门人 他说 今年选择全职在家备好 祝愿所有付出努力的人 都能收获满意的结果 然后他的花间墙啊 盛开的 我觉得这是冰箱话 盛开的冰箱话 祝福抽象掌门人 祝福所有的考生 学员朋友们 复习备考辛苦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